女单的巅峰对决再次上演 不到最后一刻胜负难分啊 这是在2023年的韩国公开赛四强赛上 中国一届陈宇飞对阵韩国天才少女安启营 两人在决胜局上演了一出极限过山车 打得异常的精彩刺激 连观众看了都直呼心脏受不了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决胜局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决胜局的上半段 比分战长得11比10 安启营领先这一分 打得相当的胶着 大角度劈杀出界 陈宇飞不断的失误连球三分 安启营领瞬间就将分叉给拉开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发球再次出界 比分来到了19比12 陈宇飞落后了7分 局面已经非常的被动 出界了 安启营打得有些着急了 陈宇飞连追4分 突然的加速 打了陈宇飞一个措手不及 20比16 安启营成功拿到了4个赛点 截外 被动球 是截内 陈宇飞成功救回两个赛点 截外 突然一番突击 被动过度 这是截外 陈宇飞再就两个赛点 比分也来到20比20平 最后时刻 陈宇飞轰出了一波 8比1的得分高潮 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打 接起来了 这个没半个 21比20 安启营的第五个赛点 没有能够往 还是强两分的 哎呀 再批 又是打斜线 再批 打多拍了 搓放 截内 截内 一分来到了22比22 压着安启营的头颈 已经救下了6个赛点 我看好像大梦 刚才那个截内截外球 心里想的跟我一样 就紧张死了 安启营一个推后场 接内球 陈宇飞判断失误了 安启营拿到了自己的第七个赛点 出界了 安启营没有再给机会 24比22拿下了决胜局 这场刺激的过山车就到这里 结束了 最终还是本土作战的安启营拿下胜利 就这样 安启营大比分2比1战胜了陈宇飞 成功晋级到了韩国赛女单的决赛 这场比赛打得真的很刺激 球迷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场比赛精彩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